吴小友 我们又见面了 拜见张盟主 老夫有事情求助于你 通过我逍遥门的密令 可以确定上次前来的弟子都已经死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告诉我 你们上次采药的海域究竟在哪 这里是我见到张师兄的海盗 这里是见到宇宙宗弟子的海盗 上次的地点居然和这次相聚这么远 难道这奉明家有鬼 看来他并不是怀疑我 大长老 事情进展的还顺利吧 禀大长老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开始 很好 去吧 十人一组可以开始布置法阵了 是 这破灭绝和毁天绝就交给你了 但之后我会沉睡很久 你一定要拿到缝 小子 你哪个门派的 在这处着干什么呢 在下云天宗 丁小二 这是我的身份牌 还真是云天宗的人 拿着 反正你们宗门都已经灭了 你就跟着我前往凤眼吧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笑面真人的弟子 对呀 糟了 老头子又在拐人了 你们放心 我这里有充足的火毒丹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分给你们的 他们这个笑面真人的修为 也不容小觑 不过他身边的弟子 好像都是被强行带着的 小子 赶紧上来 记住 我们此行不去争抢凤凰金破 只需要尽量收集半生的天才地宝 看来想要拿到金破是痴心妄想了 除了我们 还有这么多艘船 就算拿到了 也要被折杀致死 没错 就是这股力量 凤凰金破马上就要现世了 大长老 新罗海修士们的非洲 已经全部出动了 上南越国的修士们也出发吧 凤凰金破 我们势在必得 是 恐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你们凤鸣族居然还敢回来 新罗海的宗门都已经没落了吗 还能轮到你们江罗宗出来说话 要是让我们老祖知道 恐怕得笑掉大牙了 凤鸣族的实力要是由你的嘴一半有 当年你们也不至于滚出新罗海 什么 这是 看来老夫运气不错 一出关就赶上凤凰金破现世 他怎么会在这儿 传说他不是受缘耗尽了吗 前辈 此人是什么来头 你竟然不知道金光上人 金光上人乃是我新罗海第一修士 传闻一千年前他便达到了灵尊境界 居然是灵尊强者 此次若我能获得凤凰金破 就赏赞给你们每人一枚千年灵丹 金破之外的其他宝物你们尽可取之 多谢上人 我等必定竭尽全力 听从上人差遣 糟了 怎么会出现灵尊强者 没到最后 露死谁手还尤为可知 糟了 怎么会出现灵尊强者 没到最后 露死谁手还尤为可知 哎哟 不行了 不行了 来 再吃一颗火毒丹 多谢真人 药 药出事了 来吧 就差一步了 待我得到凤凰金破 定能破开虚空 遨游还宇 是 是地火灵将 这东西每一滴都驾着灵尘啊 这下发财了 居然有这么多 小子 接着 还发什么愣啊 赶紧给我往里撞 快看 凤凰金破 是凤凰金破 该死 到底要不要去追 快 施展凤明家的循迹之法 可以直接追踪到凤凰金破 是 还愣在这干嘛 赶紧追啊 真要把金破拱手让人 抢什么金破呀 留在这简陋不香吗 拿到这么多地火灵将 这下可发财了 喂 这所有的地火灵将 都归我笑灭真人了 把你们手里的也交给我 凭什么 你谁啊 哼 不识好歹的东西 前 前辈 这是我刚刚收集到的 全部灵将 都给您 不错 我就喜欢你这样 有眼力见的 你们几个手脚利落 又懂得察言观色 老夫身边刚好缺几个 服侍之人 你们就跟着我回去吧 真的就这样 无辜而返了吗 呃 我 我的丹田 我开始牺牲我的丹田了 可不 这么苦 就将那魔种消化完了吗 你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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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这样下去 你也会被吞噬的 赶紧将那魔种释放出来 呃 灵魔会先去吞噬魔种 你反而可以趁机 将它给吸收了 呃 透明字会停满 一直休眠吗 消化完魔种之后 也许会醒来 但可以之后再想办法呀 总比你现在直接化作养料来的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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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和另外一个气息融合在了一起 非常微弱 但绝对是逍遥的魔种 果然 你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为什么会散发出灵魔的气息 从时招揽 我就不会为难你 否则 我 不知道 嗯 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我再给你一次说话的机会 我 我体内有两个融合在一起的灵魔 什么 天助我也 有了你身上的东西 我就可以做出那件传说中的魔器了 看来也有其他人奔着这灵魔而来了 古云 果然是你杀了逍遥又带走了魔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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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胆子不小啊 回我笑面真人的船 还想动我的人 你们俩是一伙的 很好 你就给他一起陪葬吧 对 还没完呢 给我去死吧 啊 哎 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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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你了 古云 你应该知道愚弄我的下场会是什么吧 赵猛主 晚辈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哼哼哼 事到如今你居然还想着狡辩 这颗魔种可是我亲手中在逍遥体内的 哼 这二十年来 我费尽了无数心思培育这颗魔种 好不容易到了要成熟的时候 老夫正想把它收回 却被你坏了好事 收回 你要毁了我通过血脉夺舍 借逍遥之体重获心声的机会 现在就好好尝尝魂魄烤炼的滋味吧 啊 哼哼 想不到你小子的尸海内 还有这么一个奇异的空间 老夫这下可捡到宝了 找到了 魔种的气息 就是这个盒子发出来的 这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虎云 你小子 这 我能感受到魔盒内的灵魔 转化成了一股纯粹的灵力 应该是还没消化完我的灵力 却又紧接着吸收了张萌主 导致本体承受不住过多的能量 还真是因火得福 救 救救我 前辈 救救我 你是 在下陈云山 是与你一同被消灭这人带来此地的 前辈 你身上还有多余的火毒丹吗 我不想死 救你救救我 我对这附近很熟悉 可以为你触摸划策 道友言中了 火毒丹我这里多得是 我也愿意带你一起离开 给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没事 对了 你知道离这最近的城市是哪儿吗 前辈你先坐一会儿 我这就去联系你要找的人 好 陈云生说这里能找到准了店铺的人 也不知是真实家 啊 总算能清静一会儿了 道友第一次来这里吧 在下姓沈 正在寻找合适的队友 我们准备去参加明月宗 组织的五人海底历练 现在少了一个人 不知道友意向如何 我没有什么兴趣 道友若是愿意参加 我还可以额外给你一笔零食作为报酬 不必了 咱好好考虑一下吧 要是回心转意了 可以随时找我 告辞 明月宗是吗 咱好好考虑一下吧 要是回心转意了 可以随时找我 告辞 明月宗是吗 情况就是这样 这间店铺现在是以十万零食起售 若五日之后无人竞价 就是你的了 若急需购置 可以现在就付双倍的价钱买下来 就这么办吧 哦 店铺主人来了 你们面谈吧 道友 又见面了 是你 这店铺二十万零食我要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二十万的前提是你得加入我的队伍 否则要付我四十万 可以 这是二十万 剩下的我等会儿去给你 出手如此阔绰 这人什么来头 抱歉 看来你是真的对明月宗的历练 没有任何兴趣 二十万零食就够了 两位达成共识就好 这个是地气 道友拿去吧 好 历练之事我再考虑一下吧 行 多谢道友 道友 这是我们拍卖行的贵宾令牌 还望道友可以收下 多谢 极草堂 看来是一家药店啊 前辈是打算继续经营下去吗 这是 一千多零食 你去置办一些必需品 好 前辈 这里的后院好大呀 喜欢就好 这店铺就交给你负责了 多谢前辈信任 这些丹药拿去 算是开设店铺所用吧 好 记住 我只是想要一处安身之所 千万别给我惹麻烦 晚辈明白 丹药里面要是有你能用的 尽管拿去就好 真的可以让我随意使用吗 嗯 前辈大恩 晚辈定不能忘 好了 咱们之间就别讲究这些俗里了 对了 前辈 这些天我打听了一下明月宗的历练 今年的奖励是有史以来最丰厚的 不少灵师级别的修士 都想借此机会加入明月宗 哦 明月宗这么强手 前辈有所不知 这明月宗的待遇极好 但只对他们血缘之内的修士开放 其他修士想要加入极为困难 我还打听到 邀请你的修士 外号刀疤脸 在这里树敌颇多 很难找到队友 估计是因为这样 才对刚来的你这么执着吧 做得不错 精英店铺的同时 也不要停止收集情报 万辈遵命 你去帮我把那个刀疤脸找过来 是 古道友 就知道你一定会想通的 这三位 就是你之前提到过的队友吧 对 这位是在下同族堂妹 沈宇燕 那两位则是我的结拜兄弟 凶猛和凶壮 几位先坐下吧 明月宗的历练 我其实需求并不大 不过我还是决定 助你们一臂之力 但事成之后 希望沈兄可以帮我 做一件小事 当你是谁 我们面子已经给够了吧 你居然还在这谈条件 熊猛 你先听古道友说完 大哥 咱们随便找个凑数的就好 何必让他蹬鼻子上脸 星罗海的修士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莫非几位不是星罗海的修士 跟你有什么关系 熊猛 别这样 你们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我先去和他们谈谈 前辈 要不要查查他们的来历 这个地方外来修士很少 恐怕他们几个身上有事情 难道 这就是他们想加入明月宗的原因 外来的修士们 为什么不优先选择散修呢 想要散修 想要散修的话 得先有几个当地好友做担保才行 没有好友又没有宗门或家族的人 在这边应该也活不了太久 这星罗海的规矩 这星罗海的规矩还真是有够麻烦的 已经组好队的 试炼开始后 你就先跟在我们身后 负责队伍的后援工作吧 好的 也不知今年有几支队伍能够完成试炼 也许一支都不会有了 此话怎讲 今年除了那几支外来修士组成的队伍 在场的其他人我大都眼熟 基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师叔 说到那几支外来的修士队伍 咱们要不要重点关注一下 试炼乃是宗门大事 咱们作为主要负责人 仅是一点总是好的 明白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也出发吧 穿过这里就正式进入历练之地了 如果和其他队伍起了冲突 能忍则忍 一切已最快通过试炼为目标 明白 高薰 有妖兽 几位道友 碰上我们五孩鼠算你们倒霉 这阵法坚不可破 我们也会持续放出妖兽 想要离开 就赶紧把身上的宝物都交出来 其实我们也不想在此杀人 但如果道友们不识笑的话 休怪哥几个无情呢 哥 这阵法确实不容小觑 要是用蛮力冲破的话 恐怕会有性命危险 不错 用蛮力破开的人必死无疑 你们之中 谁又愿意当这个冤大头呢 是说难道我们就由着这无海鼠为非作歹 这些年来死在他们手中的凶势可不少 不着急 我觉得这支队伍没那么简单 先观察一下再说吧 大哥 让我去试试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不行 没有想到万全的对策之前 不能让你们任何一人冒险 陈大哥 想要破开这阵法 不一定非得我们的人亲自动手吧 哦 古道友有何妙计 看我的吧 谁 什么 阵法真的破开了 这 这是傀儡之说 没想到还有外来的修士懂得此法 素素通知大长老 这次失恋情况可难有变 是 有意思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素素通知大长老 这次失恋情况可能有变 是 有意思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我还属在那里 别让他们跑了 雨燕 别追了 前面可能还有他们设下的埋伏 可是 咱们的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失恋 没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前辈 不是还在失恋中吗 你们怎么会 失恋中止了 那个黄衣服的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明月宗的弟子 什么 我不是很懂前辈的意思 我没有在外面观察你的表现 你已经被长老破格录取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谢前辈好意 但我不会就这么抛下同队的人 古道友 你们五个人都通过了 跟我走吧 好了 快些随我回去吧 大长老怕是已经等不及了 那就烦醒前辈带路吧 嗯 站到前面去 大长老有话跟你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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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精通傀儡之术 门内的侯长老需要你的帮助 原来如此 你是从凤鸣家的古书上吸得此法 是的 这是 这具傀儡是老夫十年的心血 距离炼成还差最关键的一步 侯长老是希望弟子帮忙一起将其炼成 不错 有你这么娴熟的傀儡师帮忙 成功率会大有保障 长老过奖了 这最后一步便是放入寿丹了 我希望你能帮我一起运行阵法 不过这么大型的傀儡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 师父 凤鸣阵已经开启了 全员就位 马上开始准备 是 万一失败 他们也许会怪罪到我头上 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呃 别紧张 等会儿你可是主力啊 成败与否就看你的法会了 师父 万万不可啊 这小子还不熟悉 一旦有偏差 可全都毁了 长老 我也觉得 别担心 万一失败 我也不会怪罪你的 门内也确实找不到 比你更合适的人了 你只需尽力而为就行 我相信你 多谢长老信任 但弟子真的没有把握 我十年的心血 成功就在眼前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再活十年 希望你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弟子明白了 弟子一定倾尽全力 帮助长老完成这次烈化 等等 收担好像有些不稳定 长老 这收担有问题 需要通过灵力进行校正 闭嘴 你是在置疑长老吗 干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不行 这样下去一定会失败的 只能硬上了 古云 你想干什么 干扰受担 干扰受担恋化可是大忌 快把手 快 你 师父 古云 你 你为何要破坏老夫十年的心血 快 你 师父 师父 古云 你 你为何要破坏老夫十年的心血 好 想到这受担之前真的有偏差 古云又让他重回正轨了 哎 太好了 我成功了 十年的心血真的没有白费 古云 这次多亏了你呀 我一定要好好酬谢你一番 长老客气了 你可真是年轻有为呀 来 这是老夫自酿的二十年份零酒 赶紧尝尝吧 多谢长老 果真是好酒 喜欢就好 待会儿我再拆人送几坛到你的住处 前辈 这是苍长老让我转交给你的傀儡师令牌 哦 侯长老 这令牌有什么用啊 苍长老又是谁 拿到这块令牌 你才算真正入了我明月宗 可以开始享受宗内待遇 至于苍长老嘛 他全名苍与柔 也是宗内德高望重的一位长老 苍与柔 拜见前辈 晚辈云霄 今日起负责照顾前辈的衣食起居 好 你先随我来吧 是 这些就是长老们送来的贺礼吗 居然还有林立封锁作为保护 想来应该品质不俗 居然是苍长老送的 而且还是耗尔天下第一扬言的 纯阳灵火 这寿丹起码来自林丹器上的妖兽 这可是炼制傀儡的好材料 侯长老送的 难不成是灵体 这可真是一番大力 云霄 剩下的礼品 你帮我清点一下 之后我会安排你去回礼 好的 就送一些自己炼制的傀儡好了 不过几位长老那边得去登门道谢 请问前辈需要服饰吗 什么意思 我被安排来照顾前辈的生活起居 也包括事情 做好我吩咐给你的事情就行 不要做多余的事 嗯 我去准备回你的东西 你明早要帮我全部送到 好的 管卫古云 先来拜见苍语柔长老 进来吧 听说你帮侯长老练制成了傀儡 他可是对你赞誉有加 夸你有成为大傀儡师的资质呢 晚辈不敢 我对傀儡术也只是略懂皮猫而已 这次前来是想为苍长老的贺礼道谢 不用这么客气 你也打算去明珠那边吧 他正在闭关修炼 之后我会代为转达的 多谢前辈 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晚辈不敢 我对傀儡术也只是略懂皮猫而已 这次前来是想为苍长老的贺礼道谢 不用这么客气 你也打算去明珠那边吧 他正在闭关修炼 之后我会代为转达的 多谢前辈 那晚辈就先告退了 鼓道友 在下张萌月拜见鼓道友 在下徐晃 各位这是 多谢鼓道友的傀儡 鼓道友出手大方 我等拜福 日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尽管开口 区区薄里罢了 诸位无需放在心上 鼓道友不知 宗门的傀儡师都很忙 完全不理会我们的请求 是啊 我都申请半年了 还没信 看来我这傀儡 很受门内弟子欢迎啊 真的很感谢鼓道友 我们就不继续打扰你了 慢走 前辈 你可别觉得他们小题大做 哦 有什么说法 因为明月宗内有处秘境 没有傀儡的话 很难进去寻宝 那秘境在哪儿 具体位置我还真不知道 之后我会帮前辈打听 对了 你帮我查一个人 此人叫做李二旦 是明月宗第八十五代杂役 查查此人之前住哪儿 是否有同族后裔 好 我要闭关修炼几天 有人拜访的话 帮我应付一下 好的 前辈 让我们见见鼓道友吧 我们是来送礼的 古前辈正在闭关修炼 诸位请回吧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我和古云是旧相识 能否通融一下 不行 赶紧散了 别逼我动手赶人 还是另想办法吧 前辈 您吩咐的事情我打听到了 说说看 明月宗确有其人 但是在数百年前 突然失踪了 那他可有什么亲人后裔 有一人是他足底一脉的 正在宗内做杂役 叫做李语 李二旦的生前住所呢 正好是现在张晓月前辈的庭院 张晓月是宗内炼丹师 那庭院是他培育灵草的地方 对了前辈 怎么了 有话直说 晚辈犯错了 还请前辈饶恕 没事 起来说 这几日有许多人找您 其中有一人说是您的朋友 他送了不少零食过来 晚辈一时糊涂 膳子收下了 这次就算了 下次不许乱收东西 这零食你拿去用吧 行了 那人还在外面吗 在的 快去请他进来吧 是 那个 古前辈说您可以进来了 拜见古道友 沈大哥 好久不见 真是抱歉 我这几日确实忙于修理 快请坐吧 说起来也怪不好意思的 我是有事想请古道友帮忙 太客气了 你尽管说就好 是这样 我们几人也想进入秘境寻宝 但傀儡嘛 好说 傀儡我这里多的是 先送你们一人一句 有需要再找我 那就多谢古道友了 客气 时间紧急 那我就先告辞了 慢走 终于可以去处理一下 紫禁老祖交代的事情了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什么日子 前辈恕罪 晚辈随口说说而已 您千万不要告诉长老 别怕 我是你祖上的朋友 是来帮助你的 什么 混蛋 谁让你偷懒的 我没有再偷懒 还敢狡辩 多大点事 犯得上这样吗 你是什么东西 擅闯我张家 还管我教训下人 在下古云 也是明月宗的弟子 虽说是你的家事 但随便打人 还是不好的吧 前辈 您还是快走吧 万一小月前辈过来 什么人 好大的胆子 姨娘 你来得正好 这小子私闯庭院 还管我们的家事 我只是阻止他 出手伤人罢了 他肆意鞭打杂役 但杂役只是一份工作 就这样不把别人当人看 区区杂役 还打不得骂不得了 难不成还要供养起来 杂役就不是爹妈生养的吗 要是你的孩子也是杂役 你会希望他被人 当畜生一样看待 你 上门找茬的是吧 那我就连你一起收拾了 礼与我保定了 神仙也别想动他 我是说的 且慢 自己人自己人 张道友 古道友 这位是我的小妹 张小月 小月 这位就是送我傀儡的古云啊 师兄 他 行了 别说了 不知古道友 今日拜访所为何事 这是我一位好友的后人 我想让他去我那里 原来如此 古道友请便 稍后我会去宗内执事那里收明的 多谢张兄 下次去我那儿 咱俩好好喝一顿 好 前面就是了 武云师兄 你终于回来了 你是侯长老的弟子吧 来这干嘛 师父说有急事想见您 你自己先进去吧 我去一趟侯长老那儿 好的 侯长老这么急着见我 不知所为何事 听说过我们明月宗的秘境吗 略有耳闻 秘境并不是人为的 而是一处上古遗迹 哦 里面除了宝物 还存在着大量机关 以及傀儡 果真是一处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地方呀 唉 可是近年来 那里的状况有些异常 有大量傀儡从里面涌出 导致不少羞逝死伤 还有这种事 所以老夫最近打算去一趟秘境 深处查明原委 侯长老是希望 晚辈陪您一同前去 不错 你最懂傀儡 有你的帮助 再带上十余名灵师护卫 我们定能找到真相 不知你意下如何 陈蒙长老气重 其实在下也刚好想去秘境看一看 好 不过有件事情 我得先告诉你 据说最近的异动 其实和吞天兽有关 吞天兽 上次吞天兽出现在明月宗 还是数百年前 那次也吞失了不少弟子 多谢侯长老告知 我会做好准备的 怎么这么多人 诸位先回去吧 今天小月前辈没空给大家炼灯 道友 你们围在这儿做什么呀 诶 古云道友 我们是想买一些小月前辈炼制的丹药 可是 古云道友在哪儿 还真是古云道友 道友 你们围在这儿做什么呀 诶 古云道友 我们是想买一些小月前辈炼制的丹药 可是 古云道友在哪儿 还真是古云道友 前辈 不好了 什么事情 吵吵闹闹的 外面的凶士聚集了百鱼人 怎么敢都敢不走 没完没了的 我都说了 最近没时间给他们炼灯 对了 还来了一个叫古云的人 大家好像都认识他 古云 他又来凑什么热闹 你们这情家伙 还敢聚在这里 非得逼我亲自出来赶人 我们在这里拜见古道友呢 与你何干 就是就是 就没进你家 这样堵在人家家门口 确实不太好 不如就先散了吧 改天去我那儿 再畅所欲言 你们 给我添这么大麻烦 走之前先给我跪下道个歉 张晓月 你不就会练个丹吗 至于说话这么冲 你这儿以后我们也不稀罕来了 古道友刚才说 他也可以带练丹药 难怪这群修是敢这么跟我说话 古云 又是你 古云 你可敢跟我比试一番 输的人 就滚出明月宗 看不上吧 张道友 我们之间 又有什么可比试的 有啊 你不是说自己会练丹吗 等等 这说不定 是个找到紫荆老祖宝库的机会 比就比 但我可不在乎 你离不离开明月宗 我只想赚点彩头 因为灵丹禁的寿丹 加上我的住宅 以及傀儡一百句 独你这处庭院 可以吗 好 那咱们就开始吧 这个荧光结界可以减少外界干扰 练什么丹 你说吧 就练这群道友们求而不得的灵魂丹吧 赶紧开始吧 待会儿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好强的灵魂控制能力 而且还选择 直接提炼全部原谅 不过这样的做法 不是大师就是门外汉 大概率会失败 我只需稳重求上 古道友的手法看起来很娴熟啊 古道友在气势上完全压着张小月好吗 你看他的灵魂控制 简直恐怖如斯 古道友加油 千万不能输啊 古道友 张道友 来得正好 好戏正要开始呢 古道友 小妹已经炼制好了 我已经完成了 古道友还没好吗 虽然不会让你久等 我的丹也已经炼成了 丹炉还在燃烧 你却敢说已经丹成 烧安勿躁 现在就是抽丹的时刻 快点啊 我倒要看看你能炼出些什么垃圾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古道友的丹药居然全部有丹纹 那可是十颗才能出一颗的极品标志啊 你们闻到了吗 这奇异的丹香 太不可思议了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只是用了一些丹草催炼的技巧罢了 不可能 我怎么会输给一个门外喊 我从没说过自己是个门外喊啊 是张道友太小看我了 我辜负了师尊对我的教导 你啊 太自负了 果云在链丹上下的功夫可不比你少 你输得一点不冤枉 师尊 我从没说过自己是个门外喊啊 是张道友太小看我了吧 我辜负了师尊对我的教导 你啊 太自负了 果云在链丹上下的功夫可不比你少 你输得一点不冤枉 师尊 师尊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你们开始比试的时候我就在了 好了 别哭了 拜见苍长老 大家热闹看够了吗 赶紧散了吧 长老稍等 我还有点事情需要跟各位同门说一下 什么事 诸位道友 我准备举办一场傀儡拍卖会 让各位都能买到用于秘境寻宝的傀儡 多谢道友好意 但我们其实很难拿得出昂贵的拍卖费 是啊是啊 诸位莫慌 若是起拍价过高无人购买 我会逐次向下减五百零食 直到有人收购为止 什么 古道友你可是认真的 当然 诸位只需将消息散布出去即可 时间地点我会另行通知的 多谢古道友 我等这只将消息告知同门 道友客气了 古道友 真没想到你的炼丹树会这么强 古云 今日我那里会有一场丹树交流会 你也来参加吧 承梦长老后爱 但就凭我这点资历 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啊 我最疼爱的徒弟在你面前都输得一塌糊涂 你就别谦虚了 哈哈哈 侥幸 侥幸罢了 那就这么定了 愿赌服输 现在开始这宅子归你了 等等 其实我只是想 走吧 古兄 我带你看看小妹的宅子 不瞒张兄 我要这宅子只是为了找到一处地方 哦 这是这里以前的图纸 张兄你知道这间杂役房现在是在哪里吗 这里啊 从这个方向去后院 会先看到一片小竹林 大概就在那儿了 多谢张兄 小事小事 应该是这儿了吧 先用神石扫描一下附近的灵气反应吧 哎 池子那边好像有微弱的反应 没道理啊 我都把水抽干净了 也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 难道 这石像居然将我的灵力都吸收了 还散发出了一股 类似紫荆之力的气息 看来就是你了 晚辈古云 拜见苍长老 你小子一炉练出五枚极品灵破丹的事 我们可都听说了 古云 这位是白河宗的白长老 拜见白长老 后生可畏啊 希望你今天能带给老夫一些新的感悟 两位还是先就座吧 咱们慢慢聊 古云 你对面那位是云阳宗的惠心真人 他旁边是苗月宗的崔长老 前辈们好 小子 我们想讨论一下 去除丹药内单毒的方法 你先谈谈呗 晚辈才出学浅 还是先听听各位前辈们的看法吧 交流会上就是要畅所欲言 你尽管说就好 那晚辈就得胆了 我认为可以用灵草叶来萃取单毒 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在炼制途中 为丹药涂上用灵力包裹的药液 吸附并萃取出单毒 哦 这可对灵力和灵活的掌控有很高要求 据我所知 就连在座的长老们都很难做到 我认为可以用灵草叶来萃取单毒 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在炼制途中 为丹药涂上用灵力包裹的药液 吸附并萃取出单毒 哦 这可对灵力和灵活的掌控有很高要求 据我所知 就连在座的长老们都很难做到 这法子虽然理论上可行 但实操起来变数太多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开拓一下思路总不是坏事吗 老夫还有些事情 就先告辞了 时间也确实不早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多谢层长老今日邀请我来 晚辈受益匪浅 晚辈有一事想向长老声明 之前我与张道友的赌约只是个玩笑 我希望把宅子还给他 也好本就是同门弟子 没必要搞得剑拔怒张的 对了 你那拍卖会的消息 今天一天在门内传遍了 哦 这么快 不过拍卖会的举办 就需要麻烦侯长老 费心组织一下了 这也是造福门内弟子的事 他肯定高兴着呢 但我觉得 你在炼丹上 比傀儡之道更有天资 如果你想要在这方面继续精进 可以随时来找我 多谢长老赏识 晚辈会好好考虑的 感谢各位前来参加此次拍卖会 希望大家都能买到合适的傀儡 此次拍卖 除了古道友的傀儡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傀儡师的作品 所有傀儡都会现由宗内的大傀儡师们 鉴定并定价 侯长老的准备十分周全啊 今日拍卖的第一件傀儡是老夫早年炼制的 还请几位大傀儡师 鉴定一下品质 哇 哎 材质一般普通至极 就从五千零石起拍吧 说得这么直白 也太不给侯长老面子了吧 这样不是说明他们的定价十分公正吗 这具傀儡乃是老夫学徒时期的作品 的确十分普通 现在开始拍卖 五千零石第一次 五千零石第二次 五千零石第三次 无人收购的话 开始依次降价五百零石 四千五百零石第一次 四千五百零石第二次 四千五百零石第三次 一千五百零石第一次 我要了 好 成交 再等价格降一下呀 怎么这就出手了 唉 本来想等到五百零石的时候再拍的 接下来这具傀儡 是出自老夫的门生之手 请鉴定 这件的话就从两千零石起拍吧 两千零石第一次 我要了 成交 道友 你怎么不等降价就拍了 就是啊 临时多的没地方花了嘛 我劝你们还是别贪小便宜了 若是真心需要就抓紧出手吧 哦 相信我 接下来的傀儡只会更难拍得到 下面的傀儡由宗内天才傀儡师古云提供 想必不会让大家失望 请鉴定 这批傀儡可不一般呢 才智是十番罕见的陵墓 炼质水准也很高 应该价值两万一具 好想买一具啊可惜太贵了 先看看能降到多少吧 一万八千五百第三次 一万八千第一次 哎 价格还是太高了 拍不起啊 降到一万左右的话 我还能试试 一万七千第一次 成交土豪啊 拍不起啊 降到一万左右的话 我还能试试 一万七千第一次 成交 土豪啊 接下来的傀儡还是来自古云道友 名为见证傀儡 这几具傀儡看着也没啥 价格肯定不会太高 嗯 我们应该可以抢到 这几具傀儡 绝对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咳咳咳咳咳 老夫来介绍一下这批傀儡吧 这七具傀儡是由一种海油木炼制而成 此灵木生长在深海中 极为罕见 分泌的海油是炼器所用的重宝 古道友选用的还是至少八十年份以上的海油木 珍贵异常 这批傀儡全部手持零件 足以组成一个剑阵 威力极强 七具傀儡可以一人操控 也可七人共同操控 可分可合 我建议七具一起拍卖 定价二十万零食 什么二十万 这也太夸张了吧 师兄借我五万零食 这剑阵傀儡我要定了 哦 这么珍贵的傀儡 所以你想一个人通吃啊 师弟 这批傀儡咱们同门七人一起购买不是更好吗 二十万零食估计也没人能拿得出 不如大家凑一凑 这样就能稳稳地拍下了 七具见证傀儡正式起拍二十万零食第一次 我出二十五万 什么 这么珍贵的傀儡我愿意出三十万 我出三十五万 四十万 这 诸位道友 这次拍卖会是禁止竞价的呀 感谢诸位能这么看得起在下炼制的傀儡 但是这么做却违背了今日竞拍的初衷 这次拍卖会是希望真正需要的人能以低价获得傀儡 而不是被人高价收走转卖 也许有的道友是想要买下来研究炼制方法吧 但我本来就不吝惜将方法分享给大家 嗯 大家还是继续之前的规则来拍卖吧 抱歉 是在下掀起的头 既然古道友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好 见证傀儡重新开始竞拍二十万零食第一次 我要了 什么 这回又是谁 二十万零食 我第一个出价 这傀儡该归我所有了吧 赵萌月 你疯了吧 为什么要全价购买 等价格再降一下呀 你这么出价不合规矩 二十万是傀儡大师订的价格 在下只是第一个竞拍的罢了 有何不可能 炒价格的人不对 你们这些打算捡便宜的人就有理了吗 只想这好羊毛 毫不在意别人付出了多少 这样以后 还会有人愿意继续卖给你们傀儡吗 想想古道友 刚才大家都把价格 炒到了一倍以上 他却还是站出来强调自己的准则 放弃几十万零食 来给大家谋福利 你们又怎么忍心 进一步打压价格 在下需要这批傀儡 也愿意全价购买 于情于理 又有什么问题呢 不错 合理的定价下 你是第一个竞拍的 这批傀儡是你的了 没有违反规则 就没人有资格谴责你 大家遇到合适的傀儡时 也别老想着压价了 也得考虑下傀儡师的成本嘛 好了好了 拍卖会继续吧 这 古小友 你竟然在傀儡之中布置了爆裂阵法 难道 正如前辈所想 晚辈称其为 自爆傀儡 古小友 你竟然在傀儡之中布置了爆裂阵法 难道 正如前辈所想 晚辈称其为 自爆傀儡 我颜知的这种自爆傀儡 乍一看 肯定觉得普通无比 但其实 只是用来迷惑对手的表象 真正的用法 是通过灵力驱动内部的爆裂阵法 产生自爆 威力惊人 还更易得手 古小友的设计 还真是奇思妙详 老夫佩服 这傀儡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其内的阵法和凝聚的灵力 都十分精妙 老夫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傀儡 不知古小友 认为该如何定价呢 这种傀儡所耗费的材料 并不算多 并且只能使用一次 我看就订一千块零食一个吧 一千块零食 我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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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抢 是我先拍的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应该有余的 竟然一个都没抢到 太可惜了 达到了一个 太好了 总算圆满完成了此次拍卖会 真不错 宗主 拜见宗主 早就听说 宗内有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拍卖会 我便特意过来看了一眼 结果真是让我非常惊讶 侯冠 此次你做得不错 为了我明月宗的弟子们 真是费了一番心思 其他傀儡师也是 愿意以低廉的价格 将傀儡转让给同门的人 都非常值得称赞 宗主过奖了 古云 拜见宗主 你虽然刚加入我明月宗不久 但也算是名声显赫了 我从不少长老口中 都听到了对你很高的评价 宗主过奖 弟子也只是尽自己所能 为同门们出一份力罢了 虽然谋士不同 但每位弟子都是我明月宗的动量 以后我还会尽自己所能 举办这种拍卖会 让所有同门都有优质的傀儡可用 太好了 这几日 几乎整个宗门的傀儡师 都来拜访休留过 今天可算是清津了 前辈 外面有一名叫做张萌月的前辈 想要求见你 您说过今天不想被打扰 但他强调是有要紧的事情 晚辈一时无法定夺 所以 那位是我的友人 赶紧请他进来吧 是 我知道谷兄这几日事情繁多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来打扰你的 但我相信 谷道友肯定对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很感兴趣 那我可要仔细听了 除了傀儡 咱们明月宗修士 还会在进入秘境之前 构置一些灵宝 很多拍卖会都会选这段时间举办 在下知道一些隐秘的拍卖会 必须有特殊关系才能参加 明日在广越岛就有一场 绝对不会让道友失望的 多谢张道友美意 既然如此 我就一同去看看吧 那就这么定了 我明天早晨 会再来这里找你 对了 这拍卖会限制人数 以我的身份只能带一人前去 谷兄就不要再带别人了 知道了 一切多听张兄的安排 来者何人 我是熟客了 哦 那这位小友是 是我引荐的新客人 跟我来吧 走吧 我们跟上 哦 那这位小友是 哦 是我引荐的新客人 跟我来吧 走吧 我们跟上 这是水影之法 好了 你们两人分头进去吧 谷兄 千万不要在等会儿的拍卖会上 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 也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等拍卖会结束后 先在广越岛逗留几日 咱们再去明月岛会合 知道了 张兄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数此便好 那我就先进去了 欢迎诸位道友前来参与此次的拍卖会 在座的都是熟客及亲友 规矩方面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这次我们也准备了诸多秘宝 想必不会让大家失望 我宣布 此次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一件宝物 金骏兽的内单 起拍价格十万零食 金骏兽乃是星罗海之中最难捕获的妖兽 其行踪十分隐秘 而且速度极快 其内单的珍惜程度 老夫就不多做赘述了吧 开始吧 十万块零食 什么 三十万块零食 四十万 五十万 好夸张的台价速度 这拍卖会的确不同方向 七十五万块零食 九十万零食 一百二十万块零食 一百二十万一次 一百二十万两次 一百二十万三次 成交 下面这件宝物 是一枚不知名兽卵 发现于金骏兽的巢穴之中 可能产自实力极强的妖兽 也可能只是一枚普通兽卵 十万块零食起拍 如何定夺 就看诸位道友的考虑了 这简直就是在超盲盒呀 十万块零食 十万零食一次 十一万块零食 十二万块零食 十三万 十四万块零食 十五万块 十六万块零食 十万 三十万块零食 三十万块零食 三十万块零食一次 三十一万块零食 三十五万块零食 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块零食一次 三十五万块零食两次 三十五万块零食三次 成交 下面这件宝物 据原主人说 已经在他们家族 保存了数千年之久 是一件奇异之宝 错不了 这是紫禁 这宝物中蕴含了 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 是我们修士 无法直接拿来运用的 其中奥妙还需破解 一百万块零食起拍 等等 这块紫禁 好像已经被链化过了 一百万块零食 一百二十五万 一百五十万 第十一件拍卖品 十分特殊 还请诸位道友先过目 打开吧 这是 什么 第十一件拍卖品十分特殊 还请诸位道友先过目 打开吧 这是 什么 此女乃是上古神族后裔 体内有上古神族的血脉之力 天生蛮力 错不了 是若儿 其族人已全部死亡 唯有这一根血脉了 诸位道友若是有益 可以将其买过去作为侍妾 可恶 居然将活人当作物品拍卖 起来 让你起来 听不见吗 混蛋 快放我出去 此女容颜出众 还是完毕之身 就是性子有些暴躁 不过道友们无需担心 将她买走后 多花点时间调教调教就是了 起拍价格一万块零食 这女子野性难逊 怕是买下来也难以控制吧 连这神族血脉 也可能是骗人的幌子 我们这拍卖会 可从不售卖无用之物 神族血脉的真实性 就请诸位亲眼看看吧 正好 隐约间 的确有一丝神力的气息 糟了 一定不能让若儿被别人拍走 这小姑娘 难道真的是某位神族的后裔 好在我这还剩十万灵石 我出十万块灵石 这女道友是何一妥 臭小子 又要和我抢 我倒想看看 你还能出得起多少灵石 看来大家都不太感兴趣 但十万确实比日期低了一点 三十万块灵石 三十万一次 三十万两次 你 三十万三次 成交 下面这件宝物 是从刚才那位女子身上搜出来的 这件古链经过鉴定 已经确定与上古神族有着关联 起拍价十万块灵石 拍卖开始 二十万块灵石 这水饮之法 让人无法分辨净拍者的真实样貌极生意 但这小子一定是某大家族的公子 三十万块灵石 四十万块灵石 五十万 六十万 七十万块灵石 道友 刚才那女子都归你了 这古链老夫颇有兴趣 不如就让给我 八十万块灵石 八十万第一次 八十万第二次 八十万第三次 成交 今年的拍卖会就到此结束 感谢诸位的捧场 接下来还有一场交易会 诸位道友请自便 想要离开的人 可以随时起用传送阵法回到原处 道友 刚才那位女子 你现在就能带走 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暂时寄放在我们这里 不必了 交易会结束后 我就带她一起走 来来来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道友 您看我这宝贝 可非同一般啊 诶 道友 你这是件什么宝贝啊 似乎和刚才拍卖的 那件令牌很像 价格多少啊 合适的话我就买了 这东西不卖 不卖 不卖你摆在这里干什么 浪费小夜时间 谁能告诉我此物的真正用法 我就把它送给谁 什么 道友 你这是件什么宝贝啊 似乎和刚才拍卖的那件令牌很像 价格多少啊 合适的话我就买了 这东西不卖 不卖 不卖你摆在这里干什么 浪费小夜时间 谁能告诉我此物的真正用法 我就把它送给谁 什么 谁知道用途就送给谁 真的假的 这京师究竟是啥 倒有此言当真 我若是能够说出它的用途 你就送给我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又怎会出尔反尔 那我就在这里说出来吗 这有何不可 好 既然如此 那道友听好了 此物乃是一种蕴含金石之力的天然灵石 名为紫金 其中的紫金之力不能为我们修饰直接所用 紫金之力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炼化 辅之以灵宝 方能驱使 此物威力极强 价格不菲 是世间少有的宝物 怎么样 道友对我的回答还满意吗 满意 现在这块紫金归道友所有了 多谢 道友想知道这紫金的炼化方法吗 只要再给我两块同样大小的 我便把我祖传的方法告知道友 可以 你先说说看吧 此乃我族的祖传御节 这上面对紫金的炼化方法有详细记载 哦 这上面确实记载了各种炼化紫金的方法 以及对应的不同结果 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给 这是说好的两块紫金 多谢道友 道友 这紫金你还有不少吧 开个价如何 炼化方法也分享一下吧 若是你不缺零食 我这还有其他宝物 诶 诸位 在下的紫金数量有限 刚刚交易出三枚后 已经所剩无几了 数不能出售 哎 道友 从这里出去之后 可否约个地方见一面 哦 我要说的是 对道友而言绝对很重要 算了 我不感兴趣 道友 难道你不想解除身上的魔种吗 魔种 我能感受到 你身体内的魔种 出于某些原因 被你暂时抑制了 但并没有完全根除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咱们得换个地方 好好谈一谈 谈一谈 有什么想谈的 在这里不行吗 呃 这里可能有些 算了吧 你这支支吾吾的样子 显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道友 你相信我 我没有恶意的 我说了 我不感兴趣 别再跟着我了 你的魔种 乃是由万古生魔 所遗留下来的 不少邪修 利用此物修炼邪法 我看道友 并非邪修之辈 这魔种 在你体内 终有一天 会再次爆发 但我可以帮你彻底遗处 道友 我真的没有任何 加害你的想法 告诉我 这魔种 你打算拿去干什么 这 还不是有着 见不得人的秘密 你 小子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老夫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这魔种 老夫可以用一枚圣灵丹 跟你交换 别的宝物 你想要什么 老夫也会尽量满足你 倘若你敢拒绝老夫 老夫定会让你 无法离开广月岛 你有这本事 为何还要找我商量 直接暗中下手不就行了 这魔种嘛 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但我也不能随便 交给来历不明的人 那你究竟想怎样 这话应该我问才对啊 你到底 想对我做些什么 连说都不能在这里 说清楚 我又怎么敢随便 跟你去别的地方 好小犯 你到底 想对我做些什么 连说都不能在这里 说清楚 我又怎么敢随便 跟你去别的地方 好小犯 没有半点诚意 就别缠着我了 我说的话够清楚了吧 敬酒不吃吃罚酒 若儿 若儿 是我 古云 古云 前辈 你看 古云前辈 真的是你 前辈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是我不好 一切都过去了 从此之后 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 不是前辈的错 谢谢你能找到我 你身上好多伤 先让我给你治疗一下吧 嗯 好了 我们现在就离开 不过我有可能被人盯上了 所以咱们得分头行动 你先乔装打扮一下 从船送阵出去后 便会抵达广越岛 你立刻前往这间药店 中途不要停歇 我很快也会赶往那里 咱们在店里会合 千万要小心 前辈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虽然那蒙面修士 不清楚我的真实身份 但他知道 若儿是被我买下的 还是分头离开更安全 请辈 你回来了 刚好有位客人 是我让他来这里的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叫若儿 是我的救师 需要在这里 避一阵子风头 明白了 暂时还是让若儿 待在古月岛吧 但这药店也不一定安全 得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 从没见前 被这么困扰过 难道遇到了 什么麻烦的事情 明生 我先去给若儿 安顿住所 你留在店里就好 是 跟我来吧 若儿 好的 世尊 我等根据您的命令 在各条街道上 广布了眼线 并没有见到您说的人 一男一女 甚至两个男子 一起外出的 我们都仔细盘查过了 可 嘿呦 去再给我重新盘查一遍 广月岛上 任何一个角落 都不许放过 是 没能看透 这小子的真实样貌 还是得先从 那个女人下手 前辈 这里是 这是我在药殿后院 挖的一处地道 这段时间 你就先住在这里 我之后会来接你的 我会设置一个 只有你能自由出入的阵法 你除了吃饭外 就不要出去了 好的 真是委屈你了 明明刚从那监牢出来 没有没有 比起之前的生活 这里已经很不错了 对了 我给你留下了一些 修炼功法和丹药 你可以在这地方 尽心修炼 真有什么意外情况 就去店里找云生 他知道怎么找我 嗯 前辈 你 怎么了 若儿 你也要小心 我会在这里 等你回来的 嗯 放心吧 哎 若儿 等我 嗯 放心吧 哎 若儿 等我 等我 古道友 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 我外出构置了几样宝物 发生什么事了 快随我来 这 这傀儡莫非是用雷木炼制而成的 不错 正是雷木傀儡 这是秘境中带出来的 之前一直被珍藏在藏宝阁 此物与我们炼制的傀儡不太一样 咱们或许可以从中探明秘境的奥秘 这东西不仅材料特殊 构造也十分特别 每个关节都严丝合缝 极为精巧 内部还有精密的阵法 起码数百个之多 除了这些 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不错 傀儡体内有着一丝魂魄残留 是有人把魂魄炼制其中 还是说 这些傀儡已经能够生出灵智 这种技术 不是现阶段我们所能理解的 恐怕短时间内 很难破解其奥秘 的确 还是需要日后细细研究 今日找你来此 除了这具傀儡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这次秘境探险 会有一批内宗修士共同前去 内宗 咱们明月宗有着内外之分 此事在咱们外宗 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内宗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 他们从孩童起 就开始选拔资质优异的弟子 然后精心培养 很多人在十岁前后 就能够迈入灵师境界 但想要进阶灵丹境 就得看天分和机缘了 每隔百年 会有一两人进阶成功 这种体制 使得内宗实力远强于外宗 他们形势向来隐秘 这次要一同进入秘境 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故道友 这次秘境之行 恐怕没那么简单啊 时间紧破 希望可以成功将紫禁 应用在傀儡炼制上 终于到了今年的秘境开启之日 近些年秘境常有一项 想必大家也都听说了 这次可能异常凶险 所以宗内也会按照你们消灭的傀儡数量 给予奖励 另外 新年会有内宗弟子一同前去 外宗弟子们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内宗 记住 内宗弟子的指令 你们必须严格服从 否则绝不侵扰 秘地开启 走吧 嗯 古兄 侯长老 两位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没错 之后还需多多仰仗张兄了 古兄说笑了 你们可是大安人 但凡需要我们做什么 尽管开口便是 对了 秘境中有几处地方可去不得 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全部陷入绝境 哦 看来你对这里十分了解 历次进入秘境后 弟子们都会聚在一起 把自己的发现分享一下 我们都是同门 不想看到任何人丧命 但那些内宗弟子 哦 猴冠 老头 你兽缘都不足五年了 还敢来这种地方 活够了 师弟 休得无力 哦 猴冠 老头 你兽缘都不足五年了 还敢来这种地方 活够了啊 师弟 休 猴道友 在下拓跋虎 这位是足弟 拓跋岩 这小子不懂什么礼数 还请道友不要见怪 拓跋道友 这秘境中有几处地方凶险异常 那宗的各位也要小心呐 劳烦你再说明一下吧 嗯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都有极为强大的傀儡兽 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中 不去打扰他们的话 就没什么大问题 万一遇上 一定要马上逃跑 看来宗主让我们进入秘境没错 就凭你们这些贪生怕死之辈 怎么可能探明秘境的奥秘呢 拓跋道友 我可不是在危言耸听 这些傀儡兽就算是长老们 也未必能应付 关于秘境的情报 都是你们一面之词 并没有得到验证 依我看 你们只是贪图于猎低级傀儡换取奖励 根本不敢挑战更高级的傀儡 这种程度的东西 我们内宗修饰根本不怕 别拿你们这些废物的修为和我们比 你们没能力解决秘境的危机 就老老实实地在后面看着吧 内宗道友们的修为的确高深 但这里你们毕竟从未来过 此处凶险异常 谨慎一些总没有坏处 比起相互对立 咱们不如携手合作 肯定更有机会找到秘境异动的原因 多谢诸位的美意 不过我们内宗弟子 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宗主也说了 你们外宗弟子 要不计一切代价配合我们 你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别给我们添乱 我们会有自己的安排 好 那这份地图你们拿着吧 好歹做个参考 这东西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 侯长老 他们如此目中无人 你干嘛还为他们考虑 这些内宗弟子一直养尊处优 这种态度也不奇怪 但我们同为明月宗的人 行事还是要为整个宗门做考虑 侯长老如此高益 晚辈自愧不如 希望他们能听一下劝 别去招惹那些危险的东西 我看未必 以这些人的脾气秉性啊 他们会听得进去我们的话 他们也不会为明月宗考虑 他们眼中只有自己 是啊 就是就是 程道友所言极是 好了诸位 在这里谴责他们也没什么用 还是先来分配下清扫傀儡的区域吧 小心 这具傀儡上也有着一丝淡淡的魂魄之力 看来这附近的傀儡 我们得仔细调查一番来 古道友 这些傀儡兽你怎么看 嗯 单从外表上看 只能说是普通至极 就算是刚刚接触傀儡之道的丘士 也能列制出来 但仔细观察其构造 又与真实的动物纹丝不差 倘若不知道这是傀儡 我还真以为是某种奇异的森林呢 不错 这洞内应该隐藏着什么秘密 但这里又是张道友提及的危险区域 里面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危险 我们要慎重考虑 不能盲目进入其中 万一引出对付不了的傀儡 会让所有人深陷险境 的确如此 还是先在洞口观察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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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